有欲用阿妈之称的成可为多年来一直效力TVB 自年前改签一年一艘后 曾一度感到伤心难受 后明白近年经济环境差才放下欲杰 早前仍有拍 场景控官 其实成可为可算圈中隐形富婆 他最在大马拍完前TVB高层梁家树任总监制的剧极家 荣耀之继承者后 便在豪宅内招呼同聚的舍师及其母 同场还有多位好气之人 成可为分享两宴请宾客的照片 并发文写道家族荣耀部分杀 感谢设置团队和所有的同事感恩相遇 只见他 场的客厅可招呼十多人 还有大量空间走动 更摆放大书画和茶几等家具 装修简约有格调 落大玻璃采光十足 且外联花园 亦有室内楼梯壳上层 或邀出席饭局的宾客 包括蛇师曼及妈妈 韵才 郭峰 刘伟民 吕友慧等 几位老戏古精神医 其中同位71岁的黄韵才与郭峰面色红润 郭峰静 已走出丧气阴霾 与老友见面也重现笑容 至于 韵才则转行做中医 也兼中出席公开活动 早前 与潜力的小生刘伟民 更一同出山客串拍摄逆 奇案2 1972年入行的乘客 为辈出道时 曾在民间传奇 单元中任于主角 在1983年因移民 而破别电视捐时 年 最终于1996年 因泰爱演戏而回流返岗 虽然付出 巨多次被安排饰演妈妈或长辈角色 但他一点不介意 反而这位御用阿妈在现实生活中 因小后经常见到父母吵架 成为不婚主义者 成可为 时事圈中出名的富婆 经常出入富豪饭堂之称 福临门 不过他谦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喜欢想的人 加上不好名牌 才会舍得花钱吃好东西 星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内容